5号 泰国商会与泰国管理基金会在首都曼谷签署合作备忘录 全力支持促进泰国中小型企业在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发展 泰国商会与泰国管理基金会为了大力支持促进泰国中小企业发展 于2014年间制定了鼓励海外投资深入东盟市场的经济发展项目计划 该项目的投资市场包括缅甸 越南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柬埔寨以及老挝 当天 双方就泰国中小企业投资越南召开了部署会议 本次投资越南项目为许多拥有发展潜力 有意向投资越南的泰国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越南作为双方合作的首个投资项目试点 合作双方及参与试点投资的42家泰国企业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越南拥有9000万人口 自然资源丰富 社会生活稳定 消费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越南政府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 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迄今为止 已有一百多家泰国企业投资越南 并成功打入越南市场 这位有意投资越南的泰国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提供了充分的信心 对于投资海外的企业而言 投资目的国际市场状况如何合法注册公司 获取合法签证一直是困扰的难题 投资海外的泰国企业都为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成功案例较少 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海外投资经验 缺少相关政策支持与市场调查平台 不理解投资目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及风俗文化 没有制定风险投资计划 缺少完善的发展计划 此次双方的强强联手合作 将为有意投资越南的中小型企业 提供越南市场的详细资料 提供便捷的投资贷款渠道 普及相关法规政策知识 与大型企业交流经验 制定完善的投资计划 降低投资风险 相关发言人表示 将越南作为首个投资试点 在将来的一年时间里 会在印度尼西亚、缅甸两国 陆续开展、落实这个投资项目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 我们看好2015年 东盟共同体时代 这个绝好的发展契机 希望更多的中小型企业 加入我们的项目 为泰国经济发展共同努力 东盟卫视MGTV记者 刘星云、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导